都是针对徐耿荣跟徐耿荣有关的 他还说呀 说因为我家里就在县城的 问我话的也是担奉的警察吗 那天晚上就说是两个警察问 问俩多钟头 问到凌晨三点 然后又来俩警察换邦接着问 那么这个陈璐就讲 说因为都还都是县城的吗 他其中有一个警察跟我还认识 说对我很好 没有打我 问完了呢 还让我睡觉去了 说第二天还接着问 应该说算是文明办案吧 2月28号晚上10点 我被他们带去的 然后就是问了我将近一晚上 他们也没有把我当成怀疑对象 他们就是问我些 关于朋友那被杀的当晚我们干什么 我和徐东荣干什么了 然后就是那些关于徐东荣的事情 跟陈璐相比 他的另一个同学叫吴明的 待遇就不一样 吴明出来之后回忆说 他说就3月1号那天一大早 他还正在睡梦之中 大概是梦见警察来了 一睁眼警察真来了 几个警察把他按住 当时警察要找绳子把他绑起来 结果绳子没绕着 就把他压出门去 推上警车 一路到了丹凤公安局刑警大队 在里头就开始审他 审他后来 这个吴明就讲 说这个警察他感觉 好像是认为 是他徐耿荣和他俩人杀了彭某 就是这个女生 反正审的一开头 警察就给他敞开天窗说亮话 说什么呢 说事情已经烂包了 什么叫烂包呢 就当代当地的这个方言就露馅儿 就你们这事露馅儿了 赶快交代过程 后来又跟他讲了 说告诉你坦白从宽 争取一好态度 我们还能帮你跟法院说说 绝对能少判你几年 你要不要这个机会 说审讯的这个过程中间 吴明记得好像还来了几个上级单位的警察 那么上级单位警察来了 又问他说这个事情发生了 你后悔不后悔啊 吴明倒是挺硬的 他是坚称啊 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据吴明说 这个时候警察开始给他加刑 说是几个警察 把他摁在桌子上 开头啊 他这个一进去就给他上了背靠 就这么这么靠着 这次说叫加刑怎么加呀 上鞋背靠 摁住之后 我我我我这么比划了一下 我感觉到这种靠法啊 确实是一种形的 鞋背靠啊 然后前头还有一个人呢 扇他耳光 打得他流鼻血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啊 他这个手啊 一直就被被这么靠着 靠的都都没有知觉了 就这样了 这警察还在他背上 给他这个背靠啊 加砖 这下子 行了啊 甭说疼都感觉不到了 不疼他都感觉不到了 整个就都没知觉了 这俩胳膊 可没知觉了也好吧 后来换了班一警察 换班审讯呢 又来了 那警察啊 哪壶不开提 哪壶又把他这靠子 给他解开了 这一解开 效果出来了 他这两条胳膊 就像两条木棍子一样 直将将 啵登就掉下来了 等到这慢慢双手双臂 开始恢复知觉 开始感觉到疼的时候 好 这下再给你 鞋背靠 再加砖 至今 吴明的手上 依然留有明显的伤痕 他说 这是带鞋背靠的时候留下的 他这次动手啊 不知道 他不是在帮我打喊 带下来啊 那是为啥子 你被上网带来 不让我带来 这个带吧 以后 我问你自己写的抢头 不然你带下来 你觉得写的抢头 嗯 想着徐工帮我掌握起来 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 本钱都乱了之后 到三 一日子 我将我讲的 四十 到三年以后 二号 走入以后 他这次验 在游 不过这都 用到徐工的事情 徐工的关系 徐工在学校的朋友 在社会上 和徐工的性格 和徐工整个 食物 食料 尸体 没准想残杀医生 但是我们要 算是不太清楚 的徐工人 才能提供的医生 我记不清 徐工管 徐工人 说了几个 学校的 学校的 几个关系 一个后朋友 我都知道 他说了 吴明 回忆说 他在里头 总共被审了 五十多个中头 那真是实实在在的 五十多个中头 我警察就是 轮帮 审他 中间不让睡觉 那这咱很难想象 这人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据吴明说 那实在困得不行了 就让他站 站起来 有一阵让他跪 据他说跪了 有四十多分钟 中间还有一段 好 大概还让他练中国功夫 说这蹲马步 蹲马步蹲了 约二十分钟 吴明说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个人还跟他说 我们既然把你带进来 就绝对不会让你出去的 吴明听了当时这个审讯人的话呀 吓得以为出不去了 可也不知道怎么的 吃了公安局几碗泡面之后吧 三月三号下午三点左右 他给放出去了 说为什么放出去了呢 吴明也闹不太明白 他就是说那警察呀 就让把我这爸爸喊来 让我爸爸来 然后呢 写保证书 保证我不会出远门 这么着 就把我给放 吴明的这一番回忆 遭遇 这也都说给这个许耿荣的家里人听了 哎呀 这许耿荣的妈妈呀 姐姐这家 听到之后是更加悲愤的 因为他们就琢磨呀 这要是吴明都是遭到这样的逼供 那我们家许耿荣 那还给给折腾成什么样了 他们甚至怀疑 三月三号四号啊 那个局的里头之所以坚决就不让他们见许耿荣 是不是说我们孩子那两天在里头已经给打坏了呢 他们就问 这当地公安局的领导 就说负责侦办许耿荣案子的那个民警是谁 但是当地警方呢 以保护办案人员的安全为理由 拒绝回答 许耿荣啊 是典型的山区留守学生 他的母亲几年前就到了西安去打工 他的父亲呢 多年就在外啊下矿井 这家伙就是拼死拼活呀 要供他们这个姐弟啊读书 那二零零六年中考 徐耿荣啊 就差两分不到单凤中学的分输线 他家里还不甘心啊 给学校交了5000块钱 就让徐耿荣上这个学 上了高中 徐耿荣啊 走体育之路 因为这孩子啊 他曾经在这个